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结束了往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的自驾后 在小孤山我就要离开安徽 从江西开始新的长途自驾旅行 在此感谢朋友们一路走来的关心和支持 如果您有好的自驾线路或者值得探访的美景 希望您私信或者留言和我一起分享 现在我开始离开小孤山 然后往九江方向走 我准备做轮渡到彭泽那边 今天晚上就在彭泽县那边路营 现在上了图马达地了 然后轮渡就在前面大概几公里的地方 下雨最讨厌下雨 小孤山那边是客渡 只能载人 这边可以载车 有车在这排队 这叫套口轮渡 床还没过来 好多车在这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坐床好像过来了 车子在前面在动 你这轮渡挺贵的 这个轮渡挺贵的 30块钱 而且还没有票 这个怎么说呢 到了码头了 总共过间的话花了10分钟 很短的一会儿就到了对面 这一会儿见面不宽 而且这个大车 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录音地了 顶上一站 又干净 条件非常好 水电齐全 最珍贵的是 它这还有这安棚 现在在下雨 我停在这就非常方便了 就不会淋雨 也不用搭帐篷 这么这样停车啊 我是想停在这拐角 然后你看 如果停在这拐角 这边如果停了车 那么我就出不来 刚好现在没有车 所以我就这样停 正常情况下 我是不会这样停车的 早上在这儿烧点水 洗手间也非常干净 你看还配备了消毒液和洗手液 真的很贴心了 这边还有便民服务箱 里面有针线啊 药品啊 工具啊 但是我感觉这个开车箱没有启用 毕竟像这样的国道服务区 它没有收入啊 所以你像这些工具啊 开水啊 它可能考虑成本原因 它就没有提供 不像高速服务区 高速服务区有高速通信费 所以相对来说 它的配套设施肯定更完善 其实这样的条件 对自驾游来说 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 我早上从彭泽过来 沿途发现了好几家 这样的公路服务区 基本上配套都很完善 从这样的发展来看 以后像自驾游营地啊 可以按这样的标准去 慢慢的推行 甚至可以适当的收取一点费用 一天收个十块二十块钱 提供水电 那不更好吗 我去年在甘南和川西那边 也发现了好多这样的公路服务区 但是那边大部分都关门了 随着经济的慢慢发展 我估计后来像这样的公路服务区 会越来越多 那么对我们喜爱自驾游的人来说 是最大的福音 下雨有下雨的美 你看那些山 现在我是在江山服务区 今天晚上我就在这儿录营了 看看洗手间 多干净 对吧 这块离庐山西海只有几公里路 刚才这里一个在这儿值班的大爷 跑过来问我 是不是晚上在这儿录营 我说是的 他说要不要给我留门 因为他正常情况下 晚上这块是关门的 我说不用了 我说我车里带来吃的 不用出去 然后他说那行 你一有什么需要 就跟他打招呼 他给我开门 然后还说这里面的水啊 电啊都挺方便的用 在来江西之前啊 我看到好多车友都说 江西这边的老乡真的非常热情 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大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